圆灵的过度降临 圆灵的当落显灵性 要爱你 请回忆 以这个系列我们在谈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请你跟旁边说 你天上有一个很棒的父亲 那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 根据很多的美国 他们有很多的学术单位 做的研究报告 他们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出 这样的全球的调查报告 他们发现今天全世界上 有超过九成左右的人 他们是相信有神的 真正的无神论者 或者是认为 就是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 在整个世界来讲大概 只有一成左右 而且他们调查发现 有信仰的人是越来越多 没有信仰的人是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趋势 这跟很多人以为 现在科学苍迷 应该越来越少人有信仰 才对的一般的认知是刚好相反的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统计报告 我们上个礼拜特别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对于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的人来说 他的问题不是 到底有没有神 现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 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 而这位神跟我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提的 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来参加 非常欢迎你 可以在网路上面可以来聆听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说 那这位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 祂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这位神祂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这位神不是谁创造了祂 祂是自有拥有的神 而且是独一的主宰 意思就是除了祂之外 其实并没有神 最重要的是 更重要就是这个神 是一位好神 像刚刚我们的主持人说的 圣经说祂是一个充满怜悯 充满恩典的神 但是同时祂又是很公义 很正直的神 最后我们上个礼拜提到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这位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祂非常的认识你 祂也非常的珍惜你 跟珍惜我 还有祂爱我们 决定爱到底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提的几个重点 我再评论一下 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提的 认识这位天上的父亲 好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这地方 既然这位天父 这位神是我天上的父亲 而且祂认识我 祂珍惜我 祂爱我爱到底 意思就是祂很渴望跟我建立关系 其实你跟旁边说 上帝很渴望跟你建立关系 好 那么这样子球就丢到我们这边来了 本来就是说到底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搞了半天了解之后 原来这位神不仅创造天地万物 祂是全能的神 祂充满慈爱怜悯 又是公义正直的神 最后祂很想来跟我建立关系 那么如果这样子我们第二周的标题 我们就提到那我们怎么样跟这位天父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一周我们特别要提到的重点 我认为有五个重点我要给大家建议跟参考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决意时常亲近神 如果你偶尔跟一个人建立一次面 那么我相信你很难了解他 你很难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同样的我要这么说 如果你一个礼拜才来教会一次 然后参加一个聚会 那么你要说你跟上帝之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 那么我认为这是值得存疑跟商榷的 我再次先说这个前提 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全能的神 祂是我们天上的父亲 祂认识你 祂很珍惜你 而且祂对你的爱是没有退缩的 是一直往前的 一直坚持到底的 那这是祂 现在我讲这是祂 那你呢 我呢 我们呢 所以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 请您跟方会说 神是不会改变的 跟他讲一下 换句话说 神的本质就是 祂非常的了解认识你 祂非常的珍惜你 非常的爱你 还有祂爱你是到底的 彻底的 祂不会改变祂对你的爱的 这就是祂 所以祂很渴望跟我们建立关系 好 那现在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 那我们呢 那所以我要在这里提的就是 如果你也很想跟这位天父 建立一个深厚的关系 那么你要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什么呢 我要时常的来亲近这位神 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说 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 你要稳定的参加聚会 当然教会 在大部分的教会里面说 你礼拜天能够去教会做一次 敬拜礼拜 然后去教会一次这样子 应该是很好了吧 请你跟旁边说差很远 跟他讲一下 在西方在很多的地方 他们认为 每个礼拜都有去教堂的基督徒 哇 已经是非常爱主 很委身 感谢赞美主 实在是 因为大部分的西方的基督徒 一年去教堂两次 一个是复活节 一个是圣诞节 不然就结婚 不然就死掉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就都是过他自己的人生 你觉得这样子的人 会跟这位天父上帝 又很亲密 又很亲密 又很美好的关系吗 我认为不可能 就好像你跟一个朋友 你如果这个朋友 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是一个对你的人生来讲 很关键性的朋友 你一个礼拜才跟他见一次面吗 你老婆不会这样子吧 你的孩子你不会这样子做吧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跟他时常 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 决定的 你要决意的 请你跟朋友说 这是要做决定的 这不是 看什么 这是感觉今天的feu怎么样 好不好 不是这样子的 你是要做决定的 我决定要这样做 所以当然主日的聚会 我鼓励你 我们教会有小组的聚会 我也很鼓励你这样做 但是我更要鼓励你 你要每天有灵修生活 每天有一段时间来亲近神 每一天拨一段时间 也许在早晨或者你晚上睡觉前 我都觉得可以 但是就是你要有这样的时间 来亲近神 你来亲近神 这是神所非常喜悦的 因为你认为跟祂建立关系 不是只有单方面的 我已经上个礼拜说了 神很乐意跟你建立关系 现在球丢到你这边了 你也可以漏接 球丢过来过去 就这样子 还是球丢过来啪啪打过去 哈雷路亚 那神说打得好 再再再打过来 那两边就球打得很漂亮了 所以关键就是 你这边的动作怎么样 你愿不愿意也很积极的 跟神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我刚刚说的 除了聚会灵修之外 我也要这么说 聆听神很重要 聆听神 那什么叫做聆听神 我必须承认这样子 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常说聆听神的声音 我们觉得很抽象 但是我先说明一下 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 请你跟我讲一下 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 别的宗教的神 说不说话我不知道 但是基督教的神是说话的神 因为祂是用话语创造什么 天地万物 祂不是创造完就没事了 就安静的闭嘴了 不 祂继续的在每一个时代当中 祂说话 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说 神向着你我的心思意念 多如海边的沙 诗人这么说 所以其实神很喜欢向我们说话 很喜欢向我们表达祂的心意 但是问题是我们大部分人说 有啊 神跟我说话吗 我有这个换听吗 神听见神跟我说话 当然如果有人跟我说 一天到晚跟我说 修哥我听到神昨天跟我说 我应该跟谁结婚 我应该换那个工作 我觉得这要特别小心一点 这要特别小心一点 神通常不是用你耳朵 听得见的声音跟你说话 我知道偶尔有 那如果你一天到晚 都用耳朵听得到神跟你说话 你最好去看医生 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来聆听神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是很多时候神是说话的神 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 catch 例如你相不相信在这个空间当中 有很多电波在走 如果你有一个对的接收器 你可以接收到收音机的电波 你可以收到电视的电波 你可以收到手机里面的资讯 你要有一个对的接收器 请你跟他说 接收器很重要 让我跟你说 神不断的试图要向我们说话 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对的接收器 这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见 神跟他说什么话 对我来讲我必须说 我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 我听见神向我说话 你说你怎么知道神向你说话 那我就觉得 我就知道这就是神跟我说话 你这样讲太抽象 你讲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听不到 为什么你听得到 你知道我 当然现在的手机很好 你一接就知道是谁打来的 但是我们以前是传统的电话 或者以前的手机 还没有显示功能的时候 你一接电话 你不知道这是谁打来的 但是一讲话 请问当一讲话的时候 如果是你老婆打电话给你 谁啊 谁啊 你回去你试试看 回去试试看 你还谁啊 谁 你还谁啊 哇啦 谁 你回去就很难看了 很难过了 我跟你讲 家人的声音 太太的声音 孩子的声音 你需不需要她报名 你需不需要她报名 不需要 你听就知道 我老婆 我孩子 我的家人 或是我认识的朋友 我熟悉她的声音 我一听我就知道 她不需要报名 你一听就知道 如果你熟悉 常常你了解神的一些原则 知道怎么样聆听神 你可以分辨 知道神现在向你说什么样的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力跟学习 那你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学习这样的能力 学习这样的事情呢 我要讲关键是态度 请你跟朋友说态度最重要 那这个态度是什么呢 这个态度就是我今天给你的标题 就是决意要亲近神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的说明 这个态度的说明也是一句鼓励的话 更是一句应许 我们来读下面这一处圣经节好吗 来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请你们把必圈起来 我特别要强调必 很多人说 来敬拜神 这样QT亲近神 就是头脑一片空白 就这样子 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是我同意 有些时候我们还在学习 还在这个 还在更多的认识神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每一次聚会都很有领受 不是每一次小组 我们都觉得很得造就 也不是每一次自己灵修生活 QT读圣经 我们都很多的亮光 很多的感动 未必是 没有错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只要你的态度是 我愿意亲近神 那么神会怎么样 神就必 必亲近你 那如果你常常在这样的一种处境的当中 那么你跟神就开始建立一个 开始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在讲的是一个态度 我同意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忙碌 有时候我们觉得花时间好不容易 总安静下来的 哇 头脑飞啊飞啊飞啊 那个电话还没有打 那件事情还没有交代清楚 那个人今天白天讲那句话 是在烦死的 很难过 是在很痛苦 这个人可恶 很想搓他三刀 如果你心里面常常绕着这些东西 那你就很难亲近神 你要让你的心安静 容易吗 容易吗 如果你年纪像我越来越大 就知道越不容易 小孩子反正就婴儿就 就睡觉 很容易 但是你人生越历越来越多 你心思愁烦就越来越多 其实你需要安静下来亲近神 是需要锻炼的 所以我今天在讲的重点就是 态度很重要 你今天如果神看出你是一个态度 就是我真的要 主 我不会 我也常常摸不清楚你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讲话 或者听见你对我讲话 主 我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我选择 我定义 我要亲近你 就这样子 我挑战在座所有的神的儿女 或者是你还没有认识神 你还不是基督徒的 我告诉你都是一样 今天在你里面 你知道有个天父上帝 而且我上个礼拜已经跟你说 祂是一个非常爱你 非常珍惜你 祂对你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 祂是恒定的神 祂等候你来亲近祂 那圣经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亲近神 神就一定会回应我们 对祂的亲近 神就一定会这样子做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态度最重要 有一个对的态度 你就开始有一个接收器 你就开始有一个愿意的 一个心在神的面前 那么神就开始要向你说话 这两天我的人生也面临一个 一些重要的一些的 到底上帝要我这样做 还是要那样子做的一些的决定 到底决定什么事情 这个不需要 这是比较我个人的事情 但是我在学习这个过程的当中 我在分辨 到底我要做这个决定 还是做那个决定 我跟我的家人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分享说 我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很多时候你不知道 到底上帝要你做这个选择 还是要做那个选择 这两个选择 如果是黑白就很清楚 对不对 可不可以骗人 这个骗人没有关系 骗人不可以 这就很清楚 可不可以偷窃 可不可以做什么 只要跟真理 违背真理 连心理都很清楚 黑白的东西都很清楚 常常问题不是黑白 问题是两个都灰色的 你知道吗 或者两个都白的 那不是对错的问题 不是好坏的问题是 到底我要做哪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已经学会了 我就跟我的家人说 你知道吗 我当牧师二十年 我当基督徒五十年 我已经 这件事情我已经有所锻炼了 我就跟他们分享说 我锻炼的结果是这样子 关键是态度 重点还不是你做什么决定 重点是你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因为有人问耶稣说 到底你讲的是神的 从神来的话 还是你是个假先知 你讲的是骗人的话 因为耶稣在那个时代 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很大的争议 人家觉得到底耶稣是谁 所以一直他们很多人 对耶稣有很大的疑惑 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 到底你讲的是真的 是从神来的还是你是骗人的 你也跟我说比较适合的 但是耶稣也没有说我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耶稣用一句话来回答 耶稣很有智慧 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决定要遵行神的旨意 他就可以分辨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用这个原则来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说 你怎么听见神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神要叫你做A选择或做B选择 重点不是你做了什么选择 重点是做这个选择背后你的态度 如果你里面的态度说 我不管怎么样 不管神要我走A也好走B也好 我决定要走神的路 好那你先做这个决定 这是态度的决定 请你跟妈妈做态度的决定 你先做这个决定之后 然后你按照这个决定的基础里面 所带来的平安 你做出一个决定 那万一那个不是呢 我告诉你我已经很清楚 万一那个不是 你选了A其实神是要你选B的 但是你已经很清楚了 我真的要遵行神的旨意 然后我在最平安跟最好的态度里面 我认为这个时候我选择A 就算你这时候选择错了 神都可以把你倒入B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重点不是你做了对不对的选择 重点是你的态度 神永远在看的是你的态度 今天重点是你要不要亲近神 我看看我的心情怎么样了 我看看神给我什么好处了 这次我祷告神应验了 那我就多亲近一点 这次我看没什么应验 神都不听我的祷告 只听别人的 那我不亲近 那如果是这样子 你跟神今天的关系永远是模糊 你没有办法跟上帝建立一个 很真实的美好的关系 当我们说我们要跟上帝 建立关系的时候 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就好像婚姻当中 当牧师站在这地方说 愿意吗 愿意吗 我想想看 给我出去 想想看 要是其中有一个人这样的话 牧师就赶人走了 这两个人在牧师面前必须要说 我愿意 阿们吗 我愿意是一种态度的决定 是一种意志的决定 婚姻一辈子会不会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难 会 但是你要继续坚持这个态度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同样的法则 如果你要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首先你要决意时常的亲近神 而且如果你这样子做 神就必要来亲近你 第二个 你要熟读还有默想神的话 跟这位天父阿爸建立情仪 建立美好的关系的第二件重点就是 你要常常默想神的话 那默想神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 如果你不熟悉神的话 你很难默想神的话 如果你不熟悉神的话 你很难认识神 如果你很难认识神 你就很难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再次说 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 我们怎么认识神 事实上今天不是一个有形的东西 在我们旁边认识祂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祂也被接生听 被神接上去了 现在与我们同在的是圣灵 那圣灵会把神的话 诠释在我们的心里面 但是我们必须先对神的话 有一个比较聚焦的了解跟认识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效的 来认识神的话 圣经上有几个很重要的人 他们对神的话都非常的看重 例如约伯 我们来读下约伯记好吗 来 我看重祂口中的言语 过于我所需要的饮食 我们有这样子吗 耶稣也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语 你有没有看重神的话 甚至比食物更加的重要 圣经常常把神的话跟食物拿来做比较 因为神知道对我们来讲食物太重要了 我们华人说 民以食为天 就是说吃跟天是一样重要的 但是在这里圣经特别说 你愿不愿有一个态度在你里面 你看重神的话语 更胜于你的食物 你愿意这样子来面对上帝的话语吗 请问你常常研读 守读神的话语吗 下面是大卫的诗篇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来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对大卫来讲 他常常的默想神的话 他常常的在那地方 读摩西的五经 读摩西的律法 然后常常默想 我今天非常鼓励大家 你一定要常常守读神的话 我再次说我的先决 我今天的目标是 你要跟这位天父上帝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第一个你要做决定 你要亲近他 第二个你要做决定 你要开始好好的 认真的来守读神的话 而且要常常的默想他 如果你一个人 常常的守读神的话 又常常的默想神的话 那么神会向他 更多的启示他自己 从圣经当中许多的人物来说 很多神 他们因为很认识神 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也很熟悉神的法则 那么这样子的人 上帝常常把一些奥秘的事情 跟他们说 把一些还没有发生 但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跟他们讲 例如神跟亚伯拉罕说 我要去毁灭索多玛跟恶摩拉 但是亚伯拉罕是我的好朋友 我应该跟亚伯拉罕讲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神就跟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说 这样子 那如果有五十个好人 你能不能不要毁灭这个城 神说好吧 如果有五十个好人 我就不毁灭 那如果少五个呢 四十五个呢 那有差那五个吗 不然四十五个好不好 神说 如果有四十五个 我也不毁灭那个城 那如果这样子 再短五个 那四十个呢 好吧 如果有四十个就不要毁灭了 再来 那怎么三十个呢 好 三十个 好了 好了 三十个就不要 再一次 二十个你觉得 还有喔 好了 二十个我也不毁灭 神啊 最后一次好吗 十个呢 你有完没完 这都是我自己说的 你知道神要做一件事情之前 他先跟亚伯拉罕说 神要 神借着 但以理显示他 对末后很多的作为 神把关于人类历史的奥秘 向但以理所启示跟显明 神也像保罗 福音书 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 有很多的教导 可是后来保罗的书信 把很多耶稣基督来 道成肉身 那个整个福音的意义跟本质 透过后面保罗的书信 把他阐述的更加的清楚 启示的更加的完整 保罗其实没有跟随耶稣 没有在耶稣旁边 可是保罗了解为什么 因为保罗熟悉神的话 他也决意亲近神 所以神把很多关乎他天国的 更多的奥秘向保罗启示 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我要讲的重点是 如果你收读神的话 也常常默想神的话 神会把关乎这个世代 神要做的事情向你说 而且神会把关于他真理一些的 还没有很明显的地方 他会向你启明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 来 上主跟敬畏他的人做朋友 把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把自己的约 向他们更多的启示跟显明 我如果讲一句话 你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你不要以为这本圣经被人类已经读烂了 所有的真理我们都了解了 而且我们都已经活在这样子的真理了 容许我这么说 还差得很远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了解神的话 而且活在神的话当中 如果每一间教会都非常准确的诠释神的话 而且按照神的真理来运作教会 今天这个世界早就不是这样子了 阿们吗 但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太轻看神的话 我们还太不了解神所要告诉我们 关于祂许多的奥秘跟真理 所以为什么我要写21世纪教会蓝图 那在去年我出了一本书 不是说现在的教会不知道这些的真理 其实这些真理在历史历代 神都多少都有显明 但是神在末后的世代 神要把更多的真理整合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 在一个教会的运作的当中 包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 神也是要这样子做 神有更多的真理要启发出来 我其实常常在跟神的亲近跟祷告 或者是读经的里面 我最兴奋的事情是 我又发现一个真理了 我又发现一个亮光 以前比较模糊在这方面不是很清楚 我现在更加的清楚的 例如我在E1 在E2里面我提到 我们身上都带着什么的福呢 亚伯拉罕的福 请你跟班牙说你身上带着亚伯拉罕的福 圣经有没有说 但是我跟各位说 我从零岁到三十 四十岁的年日当中 我当基督徒四十年当中 我不知道这个真理 我觉得开玩笑 亚伯拉罕是何等的 我算哪根葱 哪根草 我怎么可以把自己跟他相批比 根本不可以这样子的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开玩笑 是伟人中的伟人 神在亿万人当中拣选的人 我算什么 我凭什么 我怎么可能可以把自己跟神 所拣选的仆人亚伯拉罕相比 直到我越来越了解神的话 越来越清楚神的真理的时候 我终于知道神看我 跟神看亚伯拉罕是完全一样的 请你跟班牙说完全一样 我今天把这个真理也给你 所以神是公平的 你有一天到神面前你不能跟说 神我又不是亚伯拉罕 你对亚伯拉罕这么好 所以祂祝福万国 我也不是 我就是这样很平凡很平凡的人 神会翻圣经跟你说 不好意思 加拉太书我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信耶稣 你就领受了亚伯拉罕的祝福 这个重不重要 这只是很多真理当中的一个真理而已 关于这个还有很多 如果你更多的默想神的话 了解神的真理 你也会知道神的作为 我常在这里说 我还是在说 我通常会说你不相信没关系 我相信就好 但我现在已经不再这样讲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现在信心比我更肥大了 有一天 遍地要充满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而且台湾超过50%的人口信耶稣 中国大陆超过50%的人口信耶稣 然后我会单位补 你不相信没关系我相信就好 遍地会充满荣耀的教会 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我就是知道我跟你说 你凭什么知道 凭我对神话语的认识 还有圣灵在我里面给我的印证 如果你跟神之间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你更了解神的话 你的眼光跟这世界上的人眼光会很不一样 我很鼓励大家 你可以这样子来认识神 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好 让神启示你更多关于天国的奥秘 我相信神很渴望这样子做 在我们当中许多人的生命里面 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呼召 有给你产业 有时候这些呼召跟产业 跟神的话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我鼓励你 你可以这样子来认识神的话 让神有更多的启示 在你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 我最近常跟一些牧师在谈到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 很多牧师对我们教会觉得有点夸张 我们教会有点太雄心勃勃 就是说一间教会 就把福音传遍什么中国 亚洲 这个世界许多福音会的之地 这个事实在是 怎么会去这样想这样子 其实我的回答很简单 当你越多认识神的话 你就越了解神的心意 阿们吗 你越了解神的心意 你就知道神运作的事情的法则 我跟他说 其实荆棘教会今天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 我们今天有四五千人 光是母堂就有四五千人 所以这样子的教会 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对神来讲哪有什么困难 因为那一天耶稣是跟十一个门徒 十一个 十一个 十一个站在那地方 耶稣说 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全世界第一间教会好小 十一个人 但是对这十一个人 耶稣有没有说 十一个人好小 没关系 你们就慢慢来 可怜 你们能够自己生存好就好 不要被人家辞掉了 人家抓你们要逃 不要死掉 耶稣有这样讲吗 耶稣说去给我改变世界 就你们十一个 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 我交在你们手里 我们四五千人 阿们吗 你如果认识神的话 你就更了解神的心意 你就知道在神凡事都能 但是我知道这种心很难跟人家充分的沟通 当有一天你圣经熟一点 你来跟我沟通好吗 我一定可以从你学到很多 上帝给你的亮光 给你的珍宝 你可以跟我分享 我也跟你分享 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国度的奥秘 我要讲的就是 太宝贵了 太宝贵了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请你跟妈妈说还有很多 宝山啊你知道吗 宝山啊 很多诸多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 还有带我们去develop 去把它展示出来 我相信神在末后的世代 要透过祂的众儿女们 把神的真理更多的启明出来 所以我鼓励你 我也希望把一个渴慕的心放在你里面 让你对神的话有更深的渴慕 想更多的去了解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 你要向神诚实 如果你跟这位天父上帝想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那么再来就是你要向神诚实 简单来说 请问好朋友会不会吵架 夫妻会不会吵架 你可不可以跟神吵架 你敢喔 我给你大大了 那我跟你说 如果你没有跟神吵过架 你跟神的关系还不是很真实 如果你没有真实从神受伤过 那么你跟神的关系可能还没有很真实 我同意 我们不是要去against神 我们不是要去攻击神的本质 可是我们在跟神互动跟交往之间 朋友在一起都会有摩擦 夫妻在一起都会有冲突 冲突是我们彼此了解很重要的过程 你同意吗 其实神云不允许你跟他冲突 我告诉你神你允许 你可以跟神生气 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我这么信任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我曾经这样讲过 可是这样子很不尽 这样子冒犯神 亵渎神 亚伯拉罕 我知道我刚跟你说 亚伯拉罕 神说要毁灭所多玛格恶魔 亚伯拉罕说 五十个不要毁灭好吗 神说 好吧 四十五个 如果神在你面前 你敢这样子讲吗 你敢吗 神啊 愿你的旨意已成就 但是亚伯拉罕他的子儿罗德 住在所多玛城 所以因为有亲戚的关系 他就觉得 神啊 你能不能怜悯一点 就是降低一点标准 能不能这样 他 神了解他的心 有时候你很爱你的家人 也许他生病 你为他祷告 很长时间没有好 你会不会很气神 有时候一件事情在你里面 你跟神弄很久 好像没有看到任何神的改变 为什么预言一字步道会 很多人得一字 But me 很多人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神啊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讲给我讲清楚你是什么意思 亚伯拉罕跟神有这样争论 大卫跟神争论什么 你知道大卫 大卫是最敢跟神争论的人 大卫神经跟神说 神啊 你要忘记我到什么时候 你要永远眼面不顾我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去看诗篇 诗篇有很多话你觉得你讲起来都不太好意思 你会不会觉得 哎哟 这样跟神讲话 哎哟 这样好吗 请你跟朋友说那是圣经 跟他讲一下 那是大卫在表达他的心情 他在表达 在表述他里面的痛苦 委屈 然后神抛弃他的那种很主观的感觉 大卫其实 大卫的感觉太多 大卫绝对是个艺术家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逻辑性的人 他是一个感性很强的人 所以大卫里面有很多 戳中复杂的感觉 有时候你会觉得大卫跟神之间 讲话讲得未免太露骨了一点 但是不仅亚伯拉罕不仅大卫这样子 耶利米 先知耶利米 他曾经控诉神欺骗他 你知道吗 所以对他来讲 他觉得说神 如果你这样子对待我 那你干脆把我猝死好了 我死掉算了 我死掉算了 约伯 神容许约伯在极严酷的考验当中 发泄他的埋怨 虽然约伯没有埋怨神 可是约伯埋怨神所创造的他 我不如死 死了好了 其实这样就表示说生命 你为什么创造一个这么痛苦的人 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死掉就好 止伤 骂怀 你了解吗 虽然他没有直接骂 这些都在表明什么 其实这些跟神关系真的很近的人 他们有时候会从神受伤 他们有时候对神感到很挫折 很失望 但是我的问题是 他们因为有这样的受伤 挫折跟失望 他们就远离神了吗 远离神了吗 有没有 他们就从此不要神 就离开我 我再也不要去 有吗 相反的 他们更深的认识神 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 曾经跟神有冲突吗 神曾经让你很深的失望吗 神曾经伤透你的心了吗 你把你那么多的信任 那么多的作为 也许你奉献很多金钱 奉献很多时间 也许你在某一件事上很信任他 结果他竟然没有为你成就某些事情 所以你很受伤 会吗 如果你不曾有这种经验 那么表示你可能跟神还没有很深的关系 我鼓励你可以有这样的经验 神可以跟你争论 神说来 骂 来骂 你骂我 我们来对峙 圣经上有很多人提到这一边 下面这段圣经我先讲一下前提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后来神要摩西到西乃山上 有四十天 四十周夜 在那地方神跟他说话 给他十戒 还有一些重要的律例跟典章 摩西下山的时候 发现百姓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圣经说百姓他们 因为等摩西等很久了 发现摩西上山大概就被山神所吞灭了 就没有消失了 所以他们觉得那我们还是要拜一个神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来做一只金牛 我们就说这只牛把我们带离开埃及的 我们来敬拜这只牛 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把所有的金子 本来他们为什么金子很多 因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搜刮埃及所有的金子你知道吗 结果他们把所有的金子拿去做那只牛 就那只牛 当他们在敬拜那只牛的时候摩西回来 摩西非常生气把他的法板 直接摔碎在这个地上 然后整顿以色列 然后这件事情让神也非常的伤心 所以神跟他说 我会让你们成功的回到 去到迦南地 但是我不与你们同去 免得我在路上击杀他们 本来神是说我要全部把他们杀光 我兴起摩西林 你的后裔就好 摩西说请你不要这样做 这段对话其实是非常精彩的 这是摩西跟上帝之间的讨论 那最后神说 好 那我不杀光他们 但是我不亲自与你们同去 我派我的天使跟你们去 免得我在路上杀死他们 我一生气就杀死他们 那摩西说 如果你这样子 那我也不去 当初是你叫我来的 那今天你叫我做 那你不跟我去 你不去 我也不去 很赶 很赶 下面那段圣经你有空回去读 我看我今天不用读了 我在讲在背后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摩西说如果你不跟我同去 那么我就不去了 让我们跟别的民族 有什么差别的地方 岂不是你在我们当中吗 如果你不在我们当中 我们跟别的民族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讲白了 就这样 他将神的军 神说好 我跟你们去 他赢 你知道这就是一种争执 我在讲什么 神不怕跟你争执 你愿不愿意面对你生命当中 曾经那些让你很挫折 有时候最难的是 我们好受伤 我从神好受伤 但是敬拜 主啊 我爱你 神啊 赞美你 讨厌你 主啊 我爱你 恨死你 我跟你说 你很难这样子 你很难这样子 我再次说 你跟神有争执 你可以发现你的情绪 你可以表达你的不舒服 你可以跟神祷告 你可以跟神这样子 神不会恨你 神反而会觉得说 终于讲出来了 讲出来了 我记得我人生有几次很挫败的经验 包括我的初恋失败 我没有考上御官 我考上大头兵 我考建筑师 没有考上 很多人说 修哥你是建筑师 对不起请你不要弄错 我也不要骗任何人 我没有执照 我讲清楚我没有执照 我是地下建筑师 这样可以吗 但是我做了很多建筑设计的工作 这是真实的 台中有很多案子都是我设计的 那我跟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合作 但是因为牌需要挂别人的牌 但事实上设计都是我设计的 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管怎么样 我没有考上建筑师 我觉得我人生有几件事情 对我来讲很重要你知道吗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谁就是没有 我有没有祷告 我有没有 没有 我有没有祷告 我这种人会不祷告吗 配当你们的牧师吗 我当然祷告 而且我是迫切的祷告 我是非常迫切的祷告 但是在我人生当中 几件重大的事情 对我人生有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事情 神没有照我所想要的给我 我心中有很多的挫折 当然还有很多 但是我要在这里说 这些事情在整个的互动的过程 神让我学到太多太多的功课 我发现神让我学到 祂答应我祷告的事情 所学到的功课 还不如祂没有答应我祷告的事情 我所学到的功课 我没有因为神没有答应我的事情 虽然一开始情绪很多 觉得很不舒服 觉得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这么的爱你 我花这么多时间服侍你 我愿意这样子跟随你 你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不听我的祷告 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你不祝福我 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你对我这么特别 别人都有 为什么我就没有 那这就是我的感觉 但是我再次跟各位说 每一次我有这种感觉 我去跟神争论的时候 我里面就是有无法抵挡 有一个声音从心里面浮现上来 你相信我爱你吗 每次这种声音出来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相信我爱你吗 你如果爱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那你相信我爱你吗 最后我只能说 主我相信我你爱我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声音就安静 他也不会解释你知道吗 神从来不太跟我解释这些事情 我当然时间拉长 后来从后面看 坦白讲 本人如果考上建筑师执照 绝对不会当牧师 阿们吗 开玩笑我多喜欢建筑设计 你问我们教会那些建筑师就知道 我跟他们关系很好 我很喜欢在那个领域里面 但是也许神对我人生有不同的代理 就是这样子 每一个人神在他生命当中都有一些 神也许没有在那件事上成就的原因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最近你失恋了 你要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虽然一边流眼泪 一边破碎底血 但是一边要感谢神 阿们吗 神救你 救你 我跟你说 有一天你就知道 大卫这么说 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 到永远吗 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几时 这对神很大的挑衅 你可以跟大卫说 大卫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神是信使的 神是公义的 神怎么会不看顾你呢 神怎么会永远忘记你呢 神一秒钟都不会忘记你 请问你跟他讲这个有用吗 在那时候 他的主观感觉就是神遗弃他 他的主观的感觉就是 神已经永远抛弃他的 而且大卫宣泄这种情绪 为什么会记载在圣经里面 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拿掉吧 这个不太属灵 这个没有信心 情绪不稳定 这不太适合当属灵的领袖 这不可以 这怎么可以这样子 请你跟班牙说 诚实的面对神 跟他讲一下 神的好朋友们 亚伯拉罕 摩西 大卫 到约伯甚至到耶稣基督他自己 保罗 彼得 他们都曾经对神有痛苦挫折 甚至疑惑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他们选择离开神 经过这些的挫折 他们反而更认识神 更明白神的奥秘 所以我今天鼓励大家 你怎么样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 向神诚实 把你里面真实的感觉跟祂陈述 当然我同意你不是说 你要去小卓去哪里去骂神 骂给人家听 请你不用这样做 QT的时候骂 没关系 请你跟他说QT的时候骂 没关系 这些东西都是大卫他在他的祷告的里面 他的表达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让我们跟神之间有很真实的关系 冲突绝对是避免不了 但是这个过去之后 神会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 有时候在那种熬练的过程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第四个很重要就是 当你对神诚实 你也跟神讨论 跟神有关系上的冲突 但是最后你愿意选择 看重并顺从神的命令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 对神来讲这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好的朋友的关系 你一定会去看重对方所看重的 夫妻如果非常恩爱 一定会彼此成全 丈夫所看重的 妻子也会支持她 妻子所看重的 丈夫也会支持她 今天如果你要跟上帝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你知道上帝看重什么吗 如果我问你 你觉得上帝最在意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我 那如果你回答我之后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像上帝一样 那么在意他所在意的 以我的回答 上帝最在意的就是 还有很多失上的灵魂 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就是上帝猜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最重要最重要的讯息 耶稣基督离开门徒之前 我们说一个人要走之前 所交代的事情 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耶稣基督要走之前 交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尽可能尽快的 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 传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听 所以传福音 看见世上的灵魂得救 看见一个人的生命 有上帝的国度降临在他的身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这些事情是神所看重 那么我要问你 你看重这个吗 你看重你的同事还有多少人 还没有听到福音吗 你看重你的家人 还有多少人 不知道耶稣基督上帝爱他吗 神如果这么看重他 而你是他的好朋友 你看不看重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如果你更认识神 你更亲近神 跟神有一些很好的关系 你的价值观会改变你知道吗 你的人生观会改变你知道吗 过去你看重的事情 现在已经对你来讲 那已经不是最重要了 还有比那个更重要的事情 保罗亲自有这样的表述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好吗 来 我先前以为对我非常重要的 现在因着基督就不再看重了 对保罗里面 他很看重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 我要成个最完美的法利赛人 我遵守一切摩西的律法 我了解整个旧约的律法 还有一切的解释 然后我要在宗教上面 犹太教上面成为很有影响力的领袖 也许这就是保罗一开始他的目标 但是当他遇见耶稣基督之后 他说这些目标 他下一节他说 对他来讲好像粪土一样 很难听你知道吗 但是他说这些好像粪土一样 跟粪一样就对了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他来讲 他以追求耶稣基督给他的目标 为他人生的目标 你知道这对他来讲 是何等大的改变 如果你要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你允不允许上帝改变你的加持观 你允不允许上帝把他认为看重的事情 影响你变成你也很看重的事情 今天如果我们要跟这位天上的父亲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你要愿意看重他所看重 而他怎么表达他所看重的 就是他的命令 所以我们来读下面这段经文好吗 来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今天如果我们要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命令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你要学习看重神的价值 顺服神的命令 而且这个顺服不是 当我们讲顺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奴隶一样 好像奴隶你是主人我要顺服你 其实圣经讲的顺服不是在这个奴隶跟主人的基础里面 这个顺服是在爱的基础里面 因为爱所以我们愿意顺服 例如你看一个交往的男女朋友 这个男生只要知道 哇 这女孩子喜欢吃亥根大子 就赶快买亥根大子给他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他要什么就给他 因为我是他的奴隶 我要顺服他 是吗 不是 因为我很爱他 我很想了解他爱他要什么 他看重什么 他喜欢什么 我就愿意去满足他 因为我好爱他 我想我们谈过爱的人 谈过恋爱的人 你都可以了解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样 圣经说我们顺服他的意思是 不是因为你是他的奴隶 你要顺服他 而是因为你爱 你爱他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话好吗 来 正如父亲爱我 我爱你们 你也要想守在我的爱中 你也要想守在我的爱中 正向我遵守我父亲的命令 而藏在他的爱中一样 我告诉你们这些事 我也要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 让你们的喜乐满意 这里面提到 为什么耶稣遵行上帝的命令 他天父上帝的命令 因为耶稣他非常的爱 阿爸天父 耶稣用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他来表述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样的 今天如果你真的很爱神 那么你会很尽可能的顺服他 我今天要鼓励大家 当你跟这位神天父上帝 开始建立这样的关系 首先你决意要时常亲近他 那你要亲近他 你就要更多人认识他 所以你要熟读他的话 也要默想他的话 然后当你熟读他的话 默想他的话 执行他的话 也常常亲近他的时候 你跟他 就开始跟上帝有互动 有时候你跟他祷告 他回应你祷告 有时候你跟他祷告 他没有回应你祷告 有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一些不舒服 人交往之间就开始有一些冲突 所以在冲突里面 你也要对神诚实 当你愿意用真实的面貌 来面对神的时候 那么 你就可以开始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 你就知道上帝真的很爱你 你愿意在更深的认识神之后 因为爱的缘故 你愿意顺服他的命令 愿意去做他所叫你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情形 你的喜乐就满意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 圣经上说你顺服他 你遵行他的命令 本身就是一种敬拜 你知道吗 我们来读下面这段圣经节 好吗 来 圣经上告诉我说 敬拜神好不好 很好 敬拜神是一件最亲近神的状态的里面 可是圣经说 还有一种状态比敬拜更亲近神 就是你顺服他的话语 你顺服他的命令 所以顺服他的命令 就好像敬拜神一样 甚至比敬拜还更重要 这就是圣经上说的 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那要问你 你顺服他的命令吗 我知道我们都不完全 我再次说 我们都还有很多的挣扎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时候有软弱 有时候有我们的情绪 但是我要再次的说 这些我在讲的都是一种态度的问题 今天如果你 你很愿意顺服他的话 可是你可能做错了 或者软弱了 或者没有做到 那当圣灵提醒你 光照你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做悔改 祷告 你要做认罪的祷告 为什么认罪 祷告 悔改 这个很重要 是表达我愿意 虽然我现在做不到 但我愿意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态度表达 那当你说 我现在做不到 我愿意的时候 神就来帮助你 当你不断认罪的时候 神就帮助你 让你有能力顺服神的话 这就成为良性循环 所以当你越有能力顺服神的话 你就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神的能力就更多的在你身上 让你有能力顺服祂的话 那偶尔有软弱跟失败跌倒 那你立刻就认罪祷告 所以那个阻隔就被挪开 能力又继续在你生命当中运作 让你可以继续的顺服神的话 你知道这就是属灵的法则 所以当你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了解这一些 我今天讲的重点是 你怎么跟这位天父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30岁之前 整个耶稣的生命 大概只有用两个字可以来形容 就是祂顺服祂的父母亲 就这样子而已 阿们吗 但是你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祂是弥赛亚 但是祂到30岁之前 祂顺服 我今天要鼓励大家 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在于我们跟神之间建立的关系的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跟随祂 最后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 跟神建立关系就是 切望更深的渴慕神 当神已经开始成为你的好朋友了 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 那么我要鼓励你 要越多的抓住祂 我觉得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我越认识神 我就越想认识祂 或者我跟神的关系越好 我就越想跟祂有越好的关系 你说这个有点奇怪 就好就好了 就好了 不 好了就觉得 好像还要再更好 可以更好 我们当中也许有很多人 你跟神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 真的你很爱神 很爱主 你跟神的关系很好 但是容许我讲一句话 你还有成长空间 请你跟朋友们说 你还有成长空间 不管你觉得你今天跟神 多么亲密 你的关系多好 你跟神之间还有成长空间 阿们吗 我今天要鼓励大家 你也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 大卫跟神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大卫持续寻求一个 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来读下面这处经文 好吗 来 有一件事 我承求耶和华 仍要寻求 在他的殿里求问 对大卫来讲 他觉得这是最重要 最宝贵的一件事 大卫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很认识神了 神已经带领他经历很多的事情 他成为国王了 他已经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的 神的祝福跟带领 但是他越认识神 他就越渴望寻求神 更多的认识他 我想这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 也是可以这样子 当一对男女或一对夫妻 他们真的很彼此恩爱的时候 他们很认识对方 很爱对方 会不会因为很爱对方 爱对方 好 爱就好了 爱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没有 他们会想更多的花时间在一起 会想更多的彼此沟通 想更多的更深的认识对方 我鼓励大家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更真实 更亲密的关系 渴慕神是一个很属灵的话语 但是我不希望把它变成一种 好像很高标准 好像要很属灵的人才能够渴慕神 不 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每一个人都可以渴慕神 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渴慕神 而当你更渴慕神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神要向你更多的启示祂自己 神要与你更深的靠近 神要祝福带领你 我很渴望大家有一种心态就是 你还要更多 你还要更多 有时候我们跟人跟人之间 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对不对 谢谢老板你已经对我很好了 老婆你已经给我很多爱了 老公你已经对我很好了 够了很好 当然是客气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对不对 你已经付出很多 你已经很爱我 你已经很照顾我了 是 也许你跟人这样子 说说我还要更多 这样有点不好意思 会有点压迫到人家 但是我跟你说 神不会被你压迫到 请你干嘛说神不会被你压迫到 如果你已经跟神很好了 你跟神说主我还要更好 神会不会说很讨厌 不然你要多好 已经很好了不然你要怎样 有别人跟你像我这么好吗 你怎么可以舍求这么多 请问神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这样子 我告诉你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子 我们的神好期待你 更多的要祂 更多的渴慕祂 更多的想要亲近祂 我们的神很 祂对你的渴慕 比你对祂的渴慕多出太多了 你再怎么渴慕祂都没有 祂渴慕你还那么多 所以我今天鼓励你 你可以更深的来到神面前 追求认识祂 亲近祂 渴慕祂 与祂同在 大卫讲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来 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对大卫来讲 拥有神一切都不需要 有上帝的爱在祂的生命当中 比存活本身都更好 你能讲出这样子的话吗 你可以想象大卫跟上帝之间 那个关系是何等的真实 何等的深刻 雅各当他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 在亚伯渡河遇到一个天使 其实是上帝的代表 来跟他摔跤 摔跤到最后 他要走 那个人天亮的要走 雅各抓着他 跟他说一句话 你知道他说什么呢 你不给我祝福 我不容你去 意思是说 你如果不祝福我 你不可以走 你愿不愿跟神讲这句话 有时候你跟神在争论 你说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你跟神诚实的面对的时候 你很多的情绪的表达 是你有很多的冲突 有很多的不解 有很多的疑惑 你在那边争论的时候 你能不能最后跟神说神了 可是不管怎样 你要祝福我 不祝福我 你不可以走 我不敢约 可不可以这样子 请你跟旁边说 有人这样子做过 跟他讲一下 请问神有没有祝福他 神祝福他 我今天鼓励你可以更深的 有更多的要神 我相信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神一定要祝福你的生命 我们来读最后一处经文 在耶利米苏好吗 来 你们找我一定找得到 你们若一心追寻我 我保证让你们找到 神已经把球丢到我们这边了 神说我非常的认识你 我非常的珍惜你 我非常的爱你 而且我爱你爱到底 那你呢 所以今天球在我们这边 你也可以把球 错过去 那是你 你要怎么对待我是你家的事 我过我的人生 还是你说 神啊如果你是那么渴慕 想要跟我建立关系 那我也愿意回应你 你把球打回去 我们来读这五个标题好吗 这五个标题是什么呢 竭力 决意 让亲近神 第二个 我祈求旌旗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不管在现场所有的分堂点 你跟神的关系 不是借着别人建立的 不是借着你的小组长 不是借着修哥 以文哥 或者一些的牧师所说的 而是你真实的亲身经历的一个神 是跟你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的一个神 我很渴望你可以这样子 领受上帝倾倒 无可限量的祝福 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 我为在场的每一位献上感恩 不管在现场再说的分堂点 我求祢把祢的真理向我们更深的鲜明 祢已经选择爱我们 珍惜我们 认识我们 帮助我们也愿意起来 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美好的关系 求祢把今天的真理封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来跟你建立这样子的关系 我要请大家把眼睛闭着 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有几种人在我的里面 我要有一些的分享来鼓励你 首先请 你一直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过去的年日 你并不想很积极跟上帝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 也许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 让你有一些挫折 或者你有时候你有一些害怕 害怕自己陷入太深 会失去自己 但是我觉得今天神再次的呼召你 我的孩子 更深的来认识我 更深的来跟我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好不好 你自己跟神回应 当神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呢 你不用回答给我听 你在你的心里祷告 你知道我讲的是你 你就自己跟上帝回应 跟上帝祷告 第二种人 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人 过去你对神有很多的不满 有很多的怨言 你心里面曾经受过伤 有时候你觉得是那个人给你受伤 有时候是那个人给你受伤 但是其实你知道都不是那些人 其实你里面最生气的是神 因为就是神 不要顾左右而言 祂是神让你受伤的 那今天 你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 把你像从祂所受的伤害 把你的情绪 把你真实的感觉 你回到家之后 你也许用写的 也许用祷告的 你把它很真实的表达出来 神说我的孩子 你可以跟我宣泄你的情绪 你可以跟我表达你的感觉 但是最后我能不能跟你说 今天神要跟你说 我的孩子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你可以信任我的爱吗 我相信神要跟你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不是一个表面的虚假的关系 好不好去面对那一次的冲突 那一些的伤害 来到神面前 让神医治你 最后一种人 你心中已经很渴慕神 我觉得神说我的孩子 继续这样子渴慕我 我还要向你更多的启示你自己 我特别觉得神要把关乎他天国的奥秘 还有他真理的奥秘 要更多的向你启示跟显明 你渴慕神没有错 但是神鼓励你 你可以继续的 而且更深的渴慕祂 好让祂借着你 显明祂的真理 显明祂的荣耀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 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还不太确定 你跟这位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很高兴你今天在这里 或在我们说的分堂点 听到这一篇的信息 这位神祂不只很爱你 祂也很渴望你跟祂建立关系 今天我们已经谈到要怎么样做 但是对你来讲 我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步 就是接受祂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 因为从这里入门 你才能够开始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 因为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条道路 好让我们的罪 可以借着祂十字架的血可以洗尽 所以我要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要请你可以一句一句的 跟着我来做这个祷告 我相信今天上帝要把祂的爱 倾倒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也可以开始来跟这位上帝 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祢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还有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祢赦免我的罪 我人生中一切的过犯 求祢饶恕我 我把自己交托给祢 带领我的人生 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个祷告 我要非常的恭喜你 我鼓励你更多来到教会 来认识这位爱你 创造你的神 好吧 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占任 先上那座佛机 你请接地心 带来寻佛为你 与你既意 呈现在我的神秘里 就像你的心 带来寻佛为你 我真愿 先上那座佛机 与经接地心 淡淡是同的 与你既意 沉浅在我的神秘里 就是你的心 掌握我一生 亲爱的阿爸 父神 我奉祢的名祝福每一位 亲爱的来宾 朋友 弟兄姐妹 让我们这一生当中 都跟阿爸 天父 建立最深 最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的生命蒙受极重大的祝福 也让这个世代因我们蒙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把掌声归给神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